風好大 哇 我現在在Costco這邊 然後前幾天我在IG問答上面 請大家推薦你們覺得好吃的甜點 所以我現在要去買你們推薦的甜點 然後買完之後呢 我會找人跟我一起試吃 所以別忘了唱到最後喔 哈囉 觀眾們囉 嗨 我是小米 我剛剛已經去採買完這些甜點了 然後今天要跟我一起吃甜點 拍馬里特級的就是 下午茶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拍了一支無糖常客機 也可以去小米的頻道 看了這影片 好 其實這些甜點都是 我先天再來去問網友 請他們推薦 喔 那收到分量多踴躍的回覆 所以我就是挑了幾個比較多人選的 好 你剛剛扛這些過來 他扛來我家 辛苦你 扛兩袋 看垂背 看垂背 要先吃哪一個咧 我覺得要冒先從 不要那麼甜的 然後慢慢吃到最甜 我怕我們味覺會失控 不要那麼甜的 那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馬德蓮 好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法遜馬德蓮 這也是蠻多網友推薦的 嗯 我沒吃過 你家有烤箱嗎 我家沒有烤箱 因為網友跟我講說 這個烤過之後會變得很酥 喔 你說那種外皮會酥酥的 沒關係 我可以想像 就是那種 下午茶店他可能甜甜點會有這種 欸很香欸 我已經聞到了 可是他超大顆 外面馬德蓮哪有這麼大顆啊 外面都是這樣小小的 刷布蛋 好 吃 吃 我怎麼覺得 他吃起來沒有 聞起來的奶香那麼重 嗯 然後有點 格格的 所以你沙門他的味道 你會覺得他會不會很甜很膩 嗯 可是實際上吃起來 嗯 但有一點乾對不對 對 我想喝茶 就是一定要配茶的一個蛋糕 然後他是比較紮實那種蛋糕 他不是草莓奶油蛋糕那種 軟軟的蛋糕 對 他不是那種嘴中融化的 他是要咀嚼的 咀嚼的 那我配個茶 所以我要配搶 而且這個女生 如果小鳥或女生去吃 自己吃一顆就飽了 有欸 那這個你喜歡嗎 還好 你是喜歡吃甜食的人嗎 嗯 看什麼東西 有的喜歡 有的還好 可是這個我覺得 不會不好吃 可是他會有一點點容易膩 嗯 就我自己可能吃不完一個 我可能半個就會覺得 我想換一個東西吃了 這真的吃不多欸 嗯 請你買超多個的 糟糕了 晚上分給大家吃 我們會把它吃完的方式 對 但好處是他不會很甜 這點我覺得比較加分 我覺得他配那個 鮮奶應該也很剛好 喔 或奶茶之類的 好 解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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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個你給幾分 滿分幾分 100啊 嗯 要不然我可以吃那種 好 嗯 三顆星吧 我給3.5顆星 好 就是 及格 嗯 呵呵呵 我講話 師兄 他真的是一個 你媽媽吃塊蛋糕 嗯 吃塊你會噎在這邊 你這樣會有點沒辦法講話 嗯 因為就是要趕快把它吞完才可以講話 好 所以第一個就是這個馬德蓮蛋糕 嗯 那再來呢 嗯 我想先吃這個欸 這個 這個沒有 沒有網友推薦 但我剛剛去買的時候發現 它是那個杏仁脆餅 就上面有滿滿的杏仁 吃一片那個 我覺得感覺也很好吃 它的杏仁給的好 大方 對 就是杏仁片很紮實 有些你知道杏仁片 可能上面有五片之類 然後下面又是澱粉 對對對 那我們也吃一片 好 我們兩個吃一片 好 火拌喔 它很香欸 它的那個 和果味蠻重 欸我分得很醜欸 沒關係 我要坎成一件事情 嗯 就是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杏仁 但是 我嘗試看看 就是如果 而且我還要買杏仁豆腐欸 糟糕了 沒關係 我可以吃 但是我可能吃不多 好 但我願意嘗試 為了夢露 好 杏仁脆餅 嗯 它其實蠻厚的 嗯 它有種爆米香的感覺 嗯 嗯 它跟你去那種 麵包店買的那種小西店 嗯 不一樣 它的焦糖味道很重 它有點像一層糖 嗯 裹在外面的感覺 比較甜 蠻甜的 嗯 因為它翻到邊面來 連下面這邊 全部都是糖糖 有點甜欸 但是 它沒有什麼杏仁味 因為它太甜了 甜到我已經 吃不出杏仁味了 嗯 這個真的是 就是 麻你們會喜歡的甜點 好甜喔 甜吃快快吃 嗯 真的好甜喔 它好像都是脆片欸 都沒有 澱粉 對不對 嗯 它就是 全部都杏仁脆片 然後用 糖 糖去把它固定住 難怪那麼甜 嗯 好甜喔 好像有點鎖喉 小米甜到咳嗽 對 真的會鎖喉欸 很甜 這個跟瑪德蓮比起來 瑪德蓮根本就不甜 瑪德蓮沒味道啊 嗯 沒味道 那沒辦法吃多欸 這個也是 它有點超乎我想像中的味道 它 因為我本來以為是類似那種餅乾上面有杏仁 結果它不是 它是 全部都是糖去裹的 所以 甜度蠻高的 那我不行 這個 每個都要給分數嗎 嗯 兩分 兩顆心啦 我給1.5分 呵 兩顆心是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想吃甜食 但是它畢竟堅果類可能 心裡面的一點就是最惡感 我不行 它太甜了 它已經完全吃不到那個杏仁的味道了 沒有沒有杏仁味 嗯 但我應該開心啊 因為你知道我不喜歡杏仁 也是有人會喜歡 給它兩顆心 好 再來下一個你選 我們先 嗯 我就打嗝 這個好了 好 麵包 大理石麵包也是很多網友推薦給我的 其實我之前沒有吃過他們家大理石麵包 我也沒吃過 但我覺得看起來就很好吃的樣子 它也有夠大的怎麼辦 它上面是原味 上面是巧克力的 喔 欸你看 我的臉皮對 欸這很誇張欸 超大的欸 這個我覺得 男生吃都會飽的 Size 就是一個早餐的份量 早餐可能女生就一半就夠 嗯 我喜歡它切開的樣子 你看 噔噔 它是那種 裡面毛細孔很大的那種麵包 有點像單賣麵包的那種感覺 喔有那種 那個麵粉的那個感覺比較重 然後它不會那麼紮實 吃起來會比較鬆軟一點 我這個原始人 都直接用 手吃 嗯 我喜歡 這個不錯 很軟的那種麵包 但你吃起來不會覺得它很粗糙 或是很乾燥 沒有水分的感覺 不會黏牙 然後如果你早餐你把它加個火腿 或是荷包蛋在裡面 我覺得都很好吃 嗯 這個我喜歡 嗯 而且我覺得它的奶味 是比較不會膩的奶味 嗯 就是香 可是不會 味道太重 或是太甜 嗯 再來是這個 巧克力 它的巧克力 也沒有很甜欸 真的嗎 它聞起來 有點淡淡的巧克力的味道 吃起來不會很甜嗎 我覺得不會 嗯 因為你會吃到一點點巧克力的香氣 嗯 跟那種甜甜的感覺 但不會甜到讓你覺得 好像吃不到麵包本身香氣那種感覺 對對對 它就是巧克力香 可是沒有巧克力的甜 嗯 這個我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我沒有很喜歡巧克力麵包 你不相信人 我就超死鬼 怎樣 這個我給 四顆星 我也給四顆星 我覺得喜歡吃麵包的人 應該都會蠻喜歡這個口感的 很適合當早餐欸 嗯 這個不錯 嗯 它分量超大 明天的早餐就是這個 明天的早餐 嗯 再來 我們這三個都解決了 嗯 那我們來吃個甜點好了 越來越甜囉 嗯 你想吃哪個 你選 那我們就來吃 吃這個好了 糊丁 好 它是那個食安牧場的柔滑糊丁 嗯 標板不加一滴水 所以應該蛋香味會很濃 濃 濃派的 你喜歡吃布丁嗎 還OK 我喜歡奶的東西 奶的油 奶酪 起司 乳酪這種 各種奶 對各種奶我喜歡 它還有一個焦糖 對 它另外有附這個小小的焦糖醬包 它本身是長這個樣子 其實就是一般的雞蛋布丁 看起來好像 沒什麼特別 但是你的 它蛋味超重 蛋味超重 嗯 我先把它挖一包 要不要先吃原味 好 讓我們先吃原味 嗯 其實它原味就有點甜甜的 對 可是 不會很甜欸 而且你吃進去是那種 雞蛋的香氣比較多 就不會有其他糖的味道去影響 那個雞蛋的味道 嗯 它的香味很重 嗯 要不要加焦糖看看 好 而且它布丁本身的那個 口感 差點要講紙地片 刷色講紙地片 刷色講紙地 它那個口感是很 很綿密的 嗯 就是它是那種 綿綿的 真的有不加碎的感覺 對 因為有些 有些布丁吃起來會脆脆的 然後這個是綿綿的布丁 可是脆脆的有時候 不是人家會說 會是加了一些什麼 嗯 甜稠劑之類 然後這個是綿綿的那種布丁 哇甜 它的焦糖有點像是烤布丁的那個焦糖 嗯 烤布丁上面的那個焦糖 對對對 喔 它真的好甜喔 超甜的 它加了焦糖就真的很像我們吃烤布雷的那個味道 可是加了焦糖之後 你就比較難吃到那個布丁本身的雞蛋味了 嗯 所以我覺得糖真的要適量 就看你自己 嗯 甜度的喜好 那布丁你給幾分 嗯 可惜 我想想 3.5好了 布丁如果沒有加焦糖 我給4分 嗯 如果加了焦糖我給3分 焦糖反而扣分 因為你覺得太甜 太甜了 就你吃不到那個布丁本身的香氣了 但是它的口感是不錯 它很綿很綿的那種口感 它有綜合分數是3.5 好 嗯 那再來呢 先吃一隻杏仁好了 好先吃杏仁 把它解決 好 想要早點面對是不是 對 想要早點面對 再來也是這個網友推薦的杏仁豆腐 就有些人留言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去冷凍區找這個杏仁豆腐 非常好吃 杏仁豆腐那會是甜的嗎 甜的啊 我這輩子沒有吃過杏仁豆 杏仁豆 我之前也不敢吃 然後後來嘗試過一次之後 我發現真的還不錯 是嗎 但他們家我沒吃過啦 欸它也是食安牧場的欸 嗯 真的欸布丁也是 那我們一樣 嗯 我們看看我們看看 杏仁茶 有人崩壞了有人崩壞了 嗯 這就是你去夜市看那種杏仁茶 是點夜市的杏仁茶的味道 我抖的時候就要這樣 呵呵 比試的眼睛 我現在有比較不怕這個味道 不行欸 好那你要 我是一小口 好那你先挖 好 欸我真的挖超級一小口 逃避了 它那就是布丁湯匙一小口而已 對 很重的杏仁味 媽呀 嗯 你要講口感嗎 好再崩壞 讓它休息一下 它的口感跟布丁的口感 完全不一樣 你會吃到它那種水分 比較多的感覺 所以它之前 口感會比較 比較輕盈一點點 布丁的話是很綿密 這個比較輕一點 你還好嗎 喔我不喜歡這個味道 我覺得不錯啊 我要用茶來那個 沖淡它 嗯 它口感是不錯 可是那個杏仁的味道 我真的不行 就是喜歡到人會喜歡 不喜歡的人就會想到 快不喜歡杏仁的 你可以留言一下 就是我要尋找同好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樣 不喜歡杏仁 我以前不喜歡 那我現在蠻喜歡的 真假的 我還是不行 杏仁豆腐很不錯的 一分哪一分 誰願給一分 那我給四分 因為我蠻喜歡它的口感 它的口感吃起來 很水 就你不會覺得 你要花很多力氣去咬它 你就是嘴巴抿一下 它就碎在你的嘴巴裡面 所以我還蠻喜歡它的口感的 我覺得它很適合夏天吃 就喜歡的人 你可以把它弄得冰冰的 然後夏天當甜食 對 然後它的杏仁香氣 其實我 可能它會害怕的時候 它會覺得比較濃 但我覺得 還好它不會濃到說 讓你覺得很嗆的 還是 欸不喜歡杏仁不要相信它 喜歡杏仁的我覺得可以嘛 但不喜歡就不要勉強了好嗎 它不會很甜 它不會很甜 好 再來 這個好不好 好 你是不是期待它很久了 這個我自己蠻喜歡 草莓奶酪也是很多網友推薦的 其實我一直在草莓千層蛋糕 跟草莓奶酪決定很久 欸妳就覺得是對的 嗯 真的喔 因為我兩個都買過 妳沒吃過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想說 今天已經買很多這種 變粉類的東西 多買一些這種 感覺比較容易入口 它那個草莓醬的味道還蠻不重的 我換一條口 好 我還沒吃過他們家的草莓奶酪了 真的喔 就剛開始它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想吃很想吃 可是又想不到 那到後來 比較沒有那麼多人在搶的時候 我又不想吃了 所以 這是什麼奇怪的心 對啊 所以我一直到 今天我都還沒有吃過 妳覺得怎麼樣 我喜歡啊 這我之前拍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吃 好吃 妳們看跟杏仁豆腐 完全不一樣的反應 好吃啊 那它的那個奶酪香嗎 奶味香嗎 香 可是不會太甜 我吃看看 那草莓有點酸 現在是草莓劑嗎 我的咀嚼劑 我已經過了 冬天才是草莓劑 難怪 現在草莓有點酸 但是 還可以接受啦 我喜歡它的奶酪味 是因為它的奶酪不會太甜 酸 對 然後也蠻綿的 可是不會綿到像 就難以入咽這樣子 它的奶酪口感不要好耶 很滑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你看 這樣子放它也不會斷掉 對 不錯喔 買這個不要買進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奶酪 就算沒有上面的草莓醬 跟草莓直接吃也是可以的 我覺得它可以原味欸 嗯 或是你可以自己買水果 加在裡面 5分 天心的人 這個我也給5分 這個我覺得 真好吃 但小缺點就是 不行我要給4.5分 蛤為什麼 因為它草莓有點酸 喔 可是我之前吃草莓是甜的 所以 沒有我們就以今天的為主 好吧 不管 草莓有點酸 4.5分 好 再來 也是非常多網友推薦的 草莓大 草莓大福 它應該是 就是草莓奶酪跟草莓大福 是快要並列第一的那種 就最多人推薦的 對 這你之前吃過嗎 沒有 好所以今天都是我們第一次嘗試 它裡面有12顆 12顆 嗯 對 好 那我們先拿一顆出來 它的切面長這樣子 好卡通的切面 對啊 就很像你去日本 然後那個和果子店 它會切葉這樣 對對對 放在那邊展示 超大顆的 它這個草莓是有水分的草莓 它不是那種乾乾的人東草莓 它是真人草莓 嗯 我本來會擔心紅豆腺會不會很甜 可是它裡面包的草莓也是偏酸的 所以綜合起來就還蠻剛好的 我覺得如果 我本來很怕大福很甜 嗯 但它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甜 嗯 因為一般豆沙餡都不會非常非常甜 對 然後它的紅豆餡我覺得還蠻剛好的 它的紅豆泥很 很 怎麼講很 粒粒分明 對 它不是整個變成泥狀的那種 它還是可以吃它顆粒 對 紅豆的顆粒感 其實蠻好吃的欸這個 草莓大福我蠻喜歡的 我給4分 它我給4.5分 它有超乎我對麻糬的那種感覺 就是可以吃的 它會太膩的 而且有些麻糬的皮是很爛 好 就它不夠甜性 那它這個是蠻有彈性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整個口感配起來恰到好處 它有Q的皮有綿的餡 也有脆的草莓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口感蠻豐富的 可以 難怪它賣得很好 對啊 再來 最後一個是這個 其實網友他是推薦給我 什麼藍莓希臘優格 但我買不到藍莓口味 所以我買了白香菇 喔 這是希臘優格喔 希臘優格 我買過 我買的是原味啦 不要理我 好 這是白香菇口味 這也好大 一盒 對啊他們的食物真的都 大份量 滿滿的優格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它裡面有那個 有料 對它有那個白香菇的粒粒在裡面 粒粒家居 好 我小小一口就好 還不錯 這比我之前買的原味好吃太多了 它滿好吃的 因為它裡面有那個小小的水果顆粒 所以你吃的時候咬到那個顆粒會滿有口感 所以我也喜歡 它的奶香味 滿濃的 嗯 這個我會給4.5分 我也給4.5分 因為有些優格它會 優格它吃起來會有點酸酸的嘛 那可能有些優格它會偏甜 嗯 不是偏酸 但我覺得它那種酸甜感 算是還滿剛好的 對 再加上那個水果的味道 就是一個很 很清爽的味道 不太會喜歡 但是非常好吃 我覺得它冰起來應該會更不錯 嗯 冰一點應該會很好吃 再冰一點會更好吃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螞蟻特輯 我們全部都吃光 對 那如果說 對 今天分享的這些甜點裡面 有你們各樣喜歡 或是有我們沒有介紹到的 也可以歡迎大家留言 分享給其他網友們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在小米的頻道 也有我們的無糖茶特輯 要點過去看喔 那今天影片叫做店家的喜歡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們留言給個喜歡 喜歡 那也歡迎訂閱我頻道 也歡迎訂閱小米的頻道 哈哈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喔好香喔 我喜歡 噴了兩顆 啊 還好 沒掉到地上都還可以吃 好 掉到地上三秒內也可以吃 哈哈